大家好 我是你的投資好麻吉 葉良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包括了碳化系以及氮化加 為什麼要聊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因為今年在中國的十四五上面 什麼叫做十四五規劃 它代表是五年一期的一個發展目標 它把第三代的一個半導體材料 納為一個發展的之一 那這樣現在叫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勢必之前有第一代、第二代 所以現在才發展到第三代 那第一代材料 不外乎就是 其中 這個東西相信大家並不陌生 因為各位可能聽過 美國矽骨 我為了叫美國矽骨 就是因為當時的很多的一些 科技產品裡面重要的半導體材料 都是使用矽 Si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在美國這邊 就是全力發展高科技之後 所以才打造出一個叫做 那之後發展到第二代的部分 第二代主要在於整個 生化家以及零化音的部分 那生化家現在大家並不陌生 國內很多 好幾家大廠 像是文貌 像是全新 像洪杰克等等 他們都使用在生化家相關的應用上面 那現在呢 在發展到 第三代的一個半導體材料 它的一個種類也相當的多 那目前整個技術比較成熟的是 第一個 碳化系 SiC 第二個叫做 氮化家 GN 這是主要發展的一個目標 那為什麼第三代半導體 材料這個發展 事關重大呢 因為它包括未來像是5G的部分 像是電動車的部分 甚至是高速運算 甚至高速充電等等 未來大家 貧力發展的這種 高科技的部分 這些龐大的商機 要突破目前的技術瓶頸 像你的充電如何充得更快 網路如何更快 電動車 如何就是加速跑得更遠 這些等等來講 都跟整個第三代的一個半導體材料 有個息息相關的關係 以過去三年來 整個一個成本的部分 大概已經下滑 大概兩成到兩成五左右 所以其實已經有開始 一些中端產品慢慢的導入這一種 第三代半導體的一個材料 但未來來講你的 比重必須降更低 當然有機會如果可以 再往下降50%的話 整個產業會比較蓬勃發展 這有在全球的 整個一個技術性 更加的突破 包括一個更多的研發 投入整個製程的部分 去降低整個生產的一個門檻 好那以氮化家來講的話 過去應用在電信設備基站的一個滲透率 大概是三成 那工業院預測 大概到2025年 大概是五年之後 整個滲透率可以高達五成 所以看好整個一個商機的發展 包括氮化家在整個 攝平元件 RF滲透率 目前這幾年的一個 每年的成長率 大概70% 解說它是以一個非常高速的一個形式在做個成長 所以這樣的商機讓大家就不可以做一個錯過 好那為什麼我們要去發展第三代的一個半導體材料 第1代第2代用得好好的 為什麼要去發展第3代 當然是無視不登山寶店 一定是因為第3代的半導體材料 它有一些 相較前兩代來講 有一些非常大的一個優勢 可以幫助我們很多科技產品 有一個 更好的一個技術突破 那第3代半導體材料的優勢 包括了 耐高溫高壓 還有高電流密度 高功率 高頻 但是呢 又低雜訊跟低耗電 又是低耗電這一塊 非常的重要 達到全球現在來講 很多人員都不太夠用了 好 因為透過這樣的特性來講 它可以使你的 晶片的面積 大幅的一個縮減 所以大家知道很多東西要做到輕薄 透過這樣的一個材料 把晶片做縮減 再來可以簡化周邊的電路設計 然後達到減少模組 減少系統周邊元件 及冷卻系統的體積 那這樣的一個第3代半導體材料 其實在 1990到1995之間 就有一些學者提出了 那整個在2013年的時候 日本算是率先比較早去注意到這個事情 日本已經把碳化系 列為所謂一個首相戰略 甚至日本學者認為 未來50%相關的一些節能的部分 都要靠這樣的 第3代半導體材料來做實現 那在隔一年 2014年 當時的美國總統 叫做歐巴馬 他也主導了以碳化系為主的一個 第三代的半導體產業聯盟 那整個來講的話 如果碳化系材料 應用在大家最清楚的 新能源車的部分 它可以減少能源消耗 減少20% 它可以減少光電轉換損失 大概25% 再來應用在LED照明的話 就更誇張了 可以降低40%的成本 那包括應用在工業機電的一個領域 節能部分 節省到3到5成之多 所以大家發現到 第3代半導體材料的應用之後 可以在各種領域來講 達到一個更加節能的一個部分 甚至這樣可以借機來降低一個成本 衝著這樣的商機 其實很多國際大廠都沒有錯過 最知名的像美國的 Key Kore 包括像英菲林 這個晶片大廠 然後目前來講 他們已經進入量產一個 碳化系的一個進度 好 那這樣的商機呢 那當然台灣廠商也不會錯過 台灣當然也是一個 全球一個半導體 一個大股 那也比較偏上游的部分 當然台積電就一定會有 那再來像是 貿系加金 穩貌漢壘 太極界先進 環球金 紅極克等等 這些工程來講 目前都有在切入整個上游的部分 當然有些已經開始做生產了 有些還在努力研發當中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台積電來講的話 它之前結盟的是美國的一個 易法半導體 直接供一個 氮化家的一個製程 那這目的位是要搶供 電動車的一個商機 那漢磊來講的話 走的最前面的一些公司 它反而比台積電還要更前面 那它6吋的一個 矽機碳化系 其實已經開始出貨給電動車 第四季有一個小量的出貨 那在明年來講應該有機會 做一個比較大的 放量部分 其他像不同電壓的 一個什麼氮化家產品 像是45V 或650V 包括低壓的 跟高壓的部分 這些部分來講 也持續都有客戶在做導入的動作 所以整個一個 第三代半導體材料的一個 對營收 獲利的貢獻 明年2021年應該會比較明顯的成長 那包括漢磊的公司 加金的一個矽機氮化家 還有包括 碳化矽機的一個氮化家來講 它的累積的部分 也持續的 在做一個驗證當中 未來它是計劃應用在整個 RF 設品的上面 那另外呢 太極過去是一家碳磊的公司 那它成立了一間叫做 盛興材料 它陸續去會採購一些 碳化系的設備 預計 2021年的第一季開始量產 我最近發現到台灣其實很多廠商 都很積極切入這一塊的一個市場 透過這項材料的引進之後 就有機會讓很多科技產品 達到更好的一個效能 那目前來講的話 雖然整個 第三代半導體 剛剛萌芽的階段 但是呢 我覺得未來來講 等成本降低之後 很多台灣的廠商 除了搭上 上游的一個製造之外 下游把它的中斷運用 像是運用在5G 運用在車聯網 護聯網等等 直接來講的話 的比重就越來越高 那這也是一個商機 那國內目前廠商已經在佈局了 那其他未來廠商如果陸續切入的話 也開始對雲收獲利有明顯的一個貢獻 我都覺得這樣的商機 是一個長線的 也是投資朋友 可以多多留意的部分 那本節目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 訂閱分享 下期見喔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關卡 在第一次說 我們下次再見